走进火锅店 想吃一份热腾腾又美味的锅物 人多时总要排队 等候服务人员来点餐 就餐厅业者引进智慧点餐系统 从点餐到结账 不用几秒钟就可以解决 让消费者直呼非常方便 就是我喜欢用这个点餐 因为这个比较方便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等人类来帮你点餐 你要等他们有空的时候 而且你还要叫 那用这个机器点餐的话 是比较方便 就是我看好我要的东西 我就点一点 然后就直接结账 这样比较方便 也比较快 在引进系统之后 当我们遇到用餐尖峰的时候 或是旺季的时候 可以让客人减少 比较多等待的时间 那员工也可以比较专注 在服务客人 跟提供餐点上面 那我们可以让餐点 可以更快的提供到客人身上 也可以提升翻桌率 对餐点的出错率 就可以降低许多 那可以比较正确快速的 把餐点送给客人 那在金流的部分 因为它可以提供多元的支付 那减少现金的收付 也减少人员会收钱 找错的这个状况 减少现金短益的状况 不只火锅餐厅引进了 智慧点餐系统 知名米干店也打破 传统的点餐模式 引进了智慧点餐系统 除了方便消费者外 有更多的餐点小菜加入系统 消费者在选择上也更加方便 我们引进了这个系统 我们为的就是希望 第一个是能够节省客人的时间 那因为我们的用餐方式 有分为内用跟外带两种 那么因为假日 或者是尖锋时间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的回转空间 不是太大 所以就等于说 不管内用或者是外带 会整个挤在这个地方 那对于那个客人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空间的话 会不够舒适 那时间的话又会浪费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引进了这个店小二 那希望就是可以加费 我们外带那个顾客的话 让他可以节省时间 那对于我们的内部的人力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我这边点餐的人员 他也可以做一个疏散 可以更完善的去服务到我们的顾客 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因为目前不管北中南 大部分都是很难请到人的 然后又是属于像餐饮业这种流动性大的产业来讲的话 他们很常训练一个人 训练完之后 觉得可以了 他可以独当一面了 可是这时候他可能又要换工作了 所以一直造成店家要不断的做一个人员的训练 这方面的困扰 所以用我们的机台就是可以去 减去一直不断的 一直在巡回巡回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这样子对 这比较大的反馈都是在人力的部分 我们如果像是北部的话比较多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多方的电子支付 那我们除了现金以外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然后所有的信用卡,Live Pay,接口支付 全部都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可以解决支付这方面的问题 那中南部的话比较偏向 大家都还是会以现金居多 所以在市面上 我们现在点餐机现金的功能算是就是比较完善 也比较完整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可以去cover掉 现场的人员去做结帐 然后这样不管北部中部南部都一样 他们都可以只需要做好自己的餐点 服务好自己的客人 那其他剩余比较routine的动作的 就可以交给我们的机器来做结帐的动作就可以了 智慧点餐系统业者 推出这项产品不只解决了餐饮业 在人潮多的时段 人力吃紧的问题 也让消费者在选择点餐结账上更加便利 也替餐饮业者增加业绩 未来这套系统将会结合更多元的产业 来打造智慧商城 记者冬玉飞综合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